HELLO 各位亲爱的网友大家好 我是悠悠 欢迎来到本期的星座悠悠秀 今天来到了我们学懂占星系列的最后一步 在节目开始之前 我请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你觉得你自己有没有超能力 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思考 我们先来看一下下周的星座运势吧 下周7月13日至7月19日 日出牧名感情优势的一周 我们先来看看下周的运势红榜 说一座 从混沌的状态走出来 恢复了原有的能量与精力 迎来才应上升期 说一座 克服一切困难 整合身边所有资源 燃起动力投身于各种副业 接些座 勇于探索精神世界 努力让自身获得更多心知与精神成长 接下来看看下周的运势黑榜 接些座 想法过于敏感 需要注意人际关系感情合作的动荡 武器座 人际关系比较紧张 需要留意各种人脉 不要被一时的困难打倒 白羊座 工作压力出现 容易感到压抑 放不开 难以平衡好家庭和职场 欢迎回来星星学院 刚才我留的问题 不知道各位小伙伴们都找没找到自己身上的超能力 其实我觉得我们从来不用去羡慕别人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神奇的小宇宙 每个人身上都有自己的能量 都有自己非常强势的地方 今天的节目中 我就和大家非常熟悉的Styla老师 一起帮你找到你身上小宇宙的超能力 欢迎Styla老师 你好 你好 悠悠你好 各位网友们大家好 要找到自己身上超能力其实并不难 只要找到对应的星体就知道了 我刚才讲的那种超能力 肯定不是说像蜘蛛侠 然后超人的那种能力 上蹿下跳的那种 而是在我们星盘中 我们十大星体带给我们的正能量 Styla给我们介绍一下十大星体 好 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星盘上的十大星体 分别是太阳 月亮 水星 金星 火星 然后还有冥王星 海王星 天王星 还有木星和土星 其实我们学习摘星都知道 这些行星都会有它的妙望 落线的这个行星的一个状况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让Styla 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好呀 那行星入庙啊 就是说它其实是在它自己家里 就在自己的庙宇里 所以它很舒适 在家里想干嘛干嘛 它的行星的能量 能够发挥到最大限度 那望呢 其实是说 它会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不在自己家里 但在那个地方呢 它很受待见 尊为它为贵宾 所以这是行星旺的一个状态 然后落呢 就是说 它其实啊 是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像一个落魄的贵族那样的 线呢 就是说那个行星啊 它不在自己家里 它被困住了 被限住它的能力了 所以它行星的超能量 就没有办法发挥出来 嗯 好 然后那我们详细的就来讲一下这个十大行星的一个能量 然后它所落的一个位置的一个妙望落线 首先我们来讲最重要的星体 太阳 太阳其实是跟生命的原动力是相关的 它代表着你怎么去认识你自己 然后我是谁 然后我自己从哪里来 刚才悠悠举的这个牌子啊 是一个圆点 一个点 其实就像那个金子 就是你最原始的生命原动力 是从这个金子来的 感觉有一点走进科学的感觉啊 这个太阳星座在你生命中就是最重要的 然后太阳星座其实也是最好知道的 就是你常说的 我是双子啊 我是处女啊 就是你出生的那个月份 就可以决定你的太阳星座 先看你的太阳星座 落的宫位星座 然后你就可以大体的定义这个人 大部分的性格了 然后我们让Styla 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太阳星座的一个属性 太阳如果是在狮子座 它就是入庙的 就是它在它自己家里 然后呢 如果它在白羊座呢 它是入旺的 就是说它在白羊座 其实也是能把它生命的原动力的 这种风风吼火的那种能量 能够散发出来 那它如果是入线和入若呢 就是在狮子和白羊的对面 然后这两个星座 大家可以去自己找一找 还给大家留一个题 Styla说了 就是它最好的两个位置 是狮子和白羊 我们会发现生活中 狮子和白羊座的人都非常的强 很多的明星在能hold住舞台的 它也都是狮子座 像王菲啊 全之龙啊 什么就是陈奕迅啊 邓紫棋啊 邓紫棋好像 其实很有光 都是那种 那个小个儿是不是 那个爆发力 太厉害了 而白羊座它也是就是运动员最多的一个 平时你都发现你不能跟白羊座打架 你打不过那上来给你几拳你就倒下了 对 那我们公布一下 其实是确实它对公是水平和天秤 所以那两个你想想 怎么是打架的这个高手呢 他们是通过思维来跟别人对抗的 我们的月亮星座也非常的重要 月亮代表着你内心的情绪 然后你的一些内心的一些反应啊 比如说你的安全感啊 然后很阴柔的那一面 每个人都有月亮星座 所以其实大家可能日常知道是太阳星座 月亮星座可能知道的少一些 没错 那Styla也跟我们说一下 月亮落在哪一些宫位是有超能力的比较旺 好的 那月亮其实落在巨蟹座是非常好的 是入庙的 那月亮如果落在金油座那是入旺的 因为其实巨蟹会比较的有母性啊 然后关爱啊 情绪上特别容易有安全感 对给人安全感 然后月亮落在摩羯和天蝎就是入落和入线的 对其实月亮对我们非常的重要 因为太阳如果说是我们外在的体格性格 月亮就是我们的内心 你有没有安全感 你心里有没有被滋养到 你真正的快不快乐 都要看一下月亮 而且月亮还它还会代表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以及我们的妈妈母亲这种亲密的关系 像你看很多落在巨蟹啊和金牛 他的一生中他都特别的会享受生活 不愿意去做那种特别冒险或者是特别让人没有安全感的事情 而且也特别有信心 对 然后你跟他交往也很舒服 嗯 月亮落得好真的才是真的好 月亮长得好它会很有滋养能力 就他对旁边的人也很有帮助 反而如果你月亮要是落线了的话 比如说落在月天蟹 就很紧张 特别紧张 因为没有安全感 你还会去控制别人 让你身边的人都感觉到很紧绷 然后很别扭 很不舒服 久而久之大家有可能就会不太喜欢你 然后你就更加没有安全感 所以如果你月亮落在比较落线的位置时候 你要适当的去缓解你这种情绪 你要有意的去调节它 然后包括月亮其实和母亲的关系也是 也很紧张 对 也是有关的 所以它是代表着 她的妈妈是怎么对待她的 就是说可能你妈妈是一个非常有掌控欲的妈妈 对 那可能需要跟妈妈有一些和解 大家会发现我刚才谈日月的时候 并没有说他们的整体的属性 但接下来我的这些星体 可是有带了他们天生不凡的一些意义 比如说水星 它的属性其实就比较中性了 对 水星的这个样子也很可爱 就是一个小朋友 然后带着一个小牛角便的样子 没错 所以它不分好坏 水星是可以变化的 它比较中性 那水星其实是代表着智力 然后和你的人际交流 表达能力 沟通能力是相关的 所以水星如果说妙望的位置 其实是处女和双子 然后它的落线的位置 其实是双子的对面 射手座和双鱼座 所以说我们这个水星如果落在处女和双子 你就会非常的聪明 尤其是你早期的一个学习能力 数学特别好 没错 别的小孩可能还不太会的时候 你已经能参加奥数了 对 但是如果水星落下了 尤其是水星落在双鱼 可能它的逻辑就有一点混了 但它可能会选择画画 然后艺术创作 所以像节目开头我们就说了 请大家不用自卑和项目别人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超能力 就看你怎么挖掘它 哪怕它落线 我们也有我们的超能力 比如说我直觉很准 那我不算数学题了 我梦答案 当这个不透气 就是比如说我水星真的就是 我数学不好 那OK啊 我不是直觉很强 我可以去学语文 写文章 然后呢我给大家讲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我去感染我身边的人 这个就是属于你的超能力啊 是的 金星也是我们非常吉利的一个星啊 金星啊 其实刚刚悠悠拿着这个牌子啊 就是一个小女孩的样子啊 拿着一个镜子的小女孩 那这个拿着镜子的小女孩就是非常爱美 所以它代表着美和平 然后非常的优雅 或者是非常的从容 和这种审美啊和爱相关 所以金星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吉星 那它喜欢哪几个星座呢 金星是落在金牛座和天正座是入庙的 那落在双鱼呢是入旺的 落在天蝎座和白羊座是落线的 如果金星落在处女座啊其实也是入弱的 我发现生活中很多金星落在处女座的人 如果他其他的那个七公啊或者是武功有一些就是综合着看星盘来说有问题的话 他真的很容易把感情拖拖拖拖到很大岁数 到最后他就看谁也不行 谁也看不上 所以在金星处女座的人特别不容易进入亲密关系 太追求完美了 对这是为什么他入弱了嘛 确实是 所以我是觉得如果金星是处女又想早点结婚的话 一定要学双鱼座 学你对面的双鱼座 柔和下来 然后放松下来 这样你的姻缘也会非常的好 刚才我还要提醒大家一点 金星你赶紧去看看你是不是落在天秤座 如果落在天秤呢你就是审美能力超强 特别适合当明星啊 然后呢当服装设计师啊 甚至是美妆设计师啊 时尚行业啊 你都会如意得水 但是如果你的金星落在金牛傲也不差 你很有可能是画家 雕塑家 美食家 是不是听听都非常的诱人 如果你金星落在这两个星座 你还特别容易的赚到钱 金星和财富也相关 没错 好 然后接下来看这个也很重要 火星 它就很凶了 尤其是在古代的时候 成为我们的这个第一凶星 它代表着战争啊 纷争啊 大家意见不统一的时候 互相对抗 是 但同时它其实也代表着你的行动力 然后它的意志力 落在白羊和天蝎是入庙的 那火星入在摩羯是入旺的 所以到它的对面啊 火星落在了巨蟹 那它就是入弱了 那火星如果落在了金牛和天秤 它就是入线 啊 生活中如果是我们女生就比如说别人骂你一句或者打你一下 你是一个嘴巴扇回去 你还是选择躲回去哭 这个都是由火星来决定 你怂不怂 你弱不弱 你有没有反抗的勇气 以前我觉得落线可能大家会觉得很怂 但后来我发现落线它不是很怂 它是乱发脾气 尤其是落在巨蟹 它会动不动 家里人发脾气 对吧 就急了 一旦说 后来发现 哎呀我说错了 然后来哎呀 可能骂得有点重了 对 那我是不是应该再回去揉揉它 这真的很很纠结 你像如果是火星落在很好的位置 比如像摩羯 我骂你就骂你了 那你下次你就得害怕我 对吧 所以火星真的非常的重要 代表你的勇气 你的行动力 你敢不敢反抗 你敢不敢表达你自己的意志 还有一点 男性 它非常的重要 它代表你的欲望强不强 你的能力强不强 是的 哎呀那如果 这个能力相关 非常相关 这个如果男生你打开星盘 看看他的火星长得好不好 那一看落在狮子啊 摩羯 白羊 你可幸福了 但是如果 落在他对面那几个星座 再被几个胸心 行客的话哈 那我们俩不太好说什么 你可以自己去 奇怪 它也代表你的视野心 你的行动力 所以其实火星对于男性来说就更加的重要 对 不过我要帮那个落线的朋友们再解释几句啊 如果他真的真的落线了啊 但是说明你比如说火星落在天秤 你不适合去跟别人打架 那你别打架啊 看见打架的绕道走 然后对发挥自己比如说斡旋啊 社交啊 外交啊 谈判啊 做好啊 对这种能力或者 或者非常好的 对对对 欢迎回来 现在是悠悠帮帮忙时间啦 我们来看看本期网友都有什么问题吧 我想问问一下 我们白羊座是不是没有暗恋啊 我以为我自己藏的挺好的 结果全世界都知道了 这位网友的问题真的很有意思啊 那这个问题我就让和你同样有意思的 同道大叔来给你回答一下 悠悠你好 网友们大家好 我是同道大叔 刚才的这个问题我来帮帮忙 没错 白羊喜欢一个人是真的藏不住 世界奇奇怪怪 只有他喜欢的人可可爱爱 喜欢的人哪哪都好 完全忍不住偏心 就想对他好 藏也是用大家能看出来的方式 平时热爱说话 那嘴恨不得七成二十四小时无休的人 碰到喜欢的人反而不敢说了 平时无辣不欢的人 碰到喜欢的人也不能吃辣 鸳鸯锅可以 清康也不是不行 我自己调个辣碟就好了 最可爱的是白羊还自以为隐藏的很好 别人看不穿 全世界早就知道了 其实没关系了 喜欢不是丢人的事 明晃晃又怎么样呢 对方喜欢你看出来了 那你们之间就省去了互相猜疑的时间 可以好好在一起 如果对方不喜欢你 自然就会谨慎回避 也省得互相干误了 所以不要害羞呀 做自己就好了 另外告诉你一个秘密 我有一个现在正在处于暗卫期 但是还没有闯明关系的男性朋友 然后他是处女做的 然后我们现在感情正在一个收问的阶段 然后我们也觉得我有必要吧 就是我之前的感情经历告诉他 就是如果说需要的话 我应该怎么和他说呢 然后就是我们分开的时候 我能不能要求帮我他呀 因为蛮害怕他拒绝的 有点担心 嗯您觉得呢 好 谢谢这位网友的提问啊 感情方面的问题 我们请黄小鞋老师 为你指点迷惊啦 又好 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小鞋老师 上个问题我来帮忙 要不要把自己的情史告诉处女男 如果你们只是在暧昧时期啊 我是建议一定要谨慎 因为对方真的有可能会介意 主要是怕对方误会你是一个花心的人 或者是对方产生了以后 hold住你的念头就不好了 所以怎么说你自己掂量掂量 那么至于挑明跟处女度它没关系啊 我是不建议你用特别有仪式感的 比如求抱抱的方式 最好呢是循序渐进 在生活当中自然而然的 用男女朋友的方式去对待对方 这个就是最好的了 不是 不是 不是那样 没发表好 你再给他几个回呗 那行 那行 先这样 好 拜拜 优优姐 你请教一个问题呗 我一朋友 男的 单身 三十多岁了 啥帮我没有 长得挺帅的 就是不会唠嗑 不是 不是不会唠嗑 他也会唠嗑的 你就跟他老口从来插不上嘴 哎 双子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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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都这样是 不过今天给接上女朋友 人俩出去吃饭去了 你得给我打电话 吃饭一个小时 那没插上十句话 那个 这种情况下 有没有插招了 我能提醒他一次 完了 你帮他那个强化一下这模 不是 不是 那怎么改掉一下 改一下这模 感谢你的提问 关于心理方面的问题 我们就请我们最专业的 王之化老师来解答 因为双子座 优秀秀的信任 也欢迎小伙伴们 关注我们腾讯视频 那今天呢 我们新座悠悠秀 就到这里啦 我是悠悠 我们下周见啦 拜拜